完全不敢相信是在船上的感覺 我以為我在什麼遊艇 客廳的空間太大了吧 哇塞 居然有浴缸 而且是免治碼頭 我覺得這是我目前搭過 最漂亮的客船 嗨 大家好 我是老舅的攝影師叔叔 一年一度的澎湖花火節即將要開始啦 那我們現在所在位置呢 在高雄港的一號碼頭 我剛好後面這個很漂亮的 很像遊輪的這艘豪華大船 它就是去年才全新登場 而且是媲美星級飯店設計的澎湖輪 超級美的 外觀是藍白色的設計 光是看船的外觀就覺得非常有質感 而且我們要體驗在海上睡一個晚上 這也是我第一次要睡在海上 非常的期待 不過我們登船的時間其實是晚上 所以剛剛就拜託了一下工作人員 可以帶我們上船 看看白天裡面的樣子 裡面才光很好也是他們的亮點之一 那我們就一起出發吧 好多人 我們要去澎湖囉 全新的澎湖輪是首次台灣設計日本製造 設計負責人是成功打造全台 第一個豪華火車明日號的設計師 模成設計 秋澎湖總監超高 這座可以在600個人設有頭等艙 握護艙 親子室 沙龍 咖啡廳 還有休息甲板等空間 像澎湖輪它也可以直接開車上去 因為澎湖輪不只是一座豪華的客船 還是一艘近萬頓的客貨輪 所以它也是首度可以走向四台遊覽車 跟82台汽車 沒有人都會可以裝新鮮的雨貨 這邊就有電梯 會通往1234人網 一上來就可以看到這個大廳超級漂亮的 它是一整個這樣子木頭的配色 這邊的樓梯還是玻璃的扶手 這個大廳非常的簡約 可是我覺得又很有設計感 我覺得這是我目前搭過最漂亮的客船 可以看到船上的 也有搭配航港局 他們海上運輸的全新品牌 台灣HIGH 大家應該有發現 近幾年台灣的港口 不斷的翻修更新 然後加入一些新元素 提升海洋公路的美學 讓海洋觀光變得更有質感 那大廳這邊呢 還有販賣機跟飲水機 然後還有吸煙室 這裡還有一個多功能測舍 行動不便的人呢 可以使用 裡面的話還有領域的功能 有一個臥鋪倉區 一個床位一個人是980塊 這一間呢 就是有點像青年旅館的概念 它會有一個儲物的空間 上面也都有放袖身衣 然後它裡面是兩個上下鋪 這邊的話還有遮光的窗簾 覺得它的隱密性也蠻好 它這裡還有小夜燈耶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插頭 這個床很長耶 所以如果是很高的人 也不會覺得很擠 接下來我們要來開箱 全船最高級的房型 VIP房型 船上只有這兩間喔 一進來就可以看到 全觀呢就有兩個衣櫥 哇 這可以掛很多件外套 下面的話也可以放鞋子 這邊的話還有 四個插頭蠻多的 旁邊這個有點像 迷迷霸的感覺 迷迷箱裡面有 兩個礦儲水 上面呢還有冷氣 最棒的是 客廳的空間太大了吧 樓形的沙發 一整排的窗戶 採光超級好 就知道這裡看還得太美了 這一間真的很大間 可以攤大概 三個29吋的行李 這邊就是衛浴空間 而且這個檯面很大 可以放很多東西耶 卸妝的啊 保養品啊 放在這裡都不會很擠 哇塞 居然有浴缸 而且是免治馬桶 旁邊是蓮蓬桶 在船上面泡澡 好酷 現在這邊呢就有兩張單人床 很多家庭會選擇住這間 是因為這邊算是單人床 但是這個床的大小 都比剛剛臥鋪長的 都還要再大一點 這邊還有一個電視 可以躺在床上看電視 好爽啊 它這裡還做了一個 這樣子弧形的書桌 然後床外就可以看到海 這個真的太享受了 二樓這邊還有經濟座舱 光是經濟座舱就有240個位置 而且今天是客滿囉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走的話 一定要趕快去廣網搶票 它的這個座位啊 坐起來超級舒服的 我覺得真的跟以前坐船的體驗很不一樣 床外就是一整個海景 超漂亮的 後面這裡還有充電站 還有一個後門打開之後呢 就來到了外面可以看到一整個海 好漂亮喔 而且今天天氣超好的 高雄港真的太漂亮了 接下來這個空間呢 它是平常沒有開放的 是沙龍 它是一個比較像會議式的空間 它就有這個很大很大的電視牆 讓大家去開會做使用 想要使用這個空間的話 低銷就是一杯50塊的飲料 這邊就有賣美式咖啡 熱拿鐵跟蛋糕 接著我們來到船南最上層室囉 這邊有一個很大幅的畫 它不是畫 它是照片 它就是澎湖倫這艘船的船頭 遠遠的看它就像一頭虎肌 比較特別的是 商務座舱就在四樓 給大家看一下 商務座舱就更寬敞了 而且每個座位旁邊呢都有插座 外面的話就可以看到夾板區 現在要去四樓的夾板區 哇塞 這個夾板區超級大 哇好漂亮喔 好接下來要看一下我們今天要睡的房間 是頭等舱 進來右邊呢就是淋浴間跟廁所 還有用簡單的拉簾做乾濕分離 旁邊的話有一個溫馨小客廳 然後這裡有電視這樣 哇這件白天也很漂亮耶 在這邊坐著就可以看海景 這邊的房型是上下部 就跟剛剛的握布艙的床一樣 然後有這光臉 這邊的話還有一個冷氣 哪有發現船上面的傢俱啊 都有用下面這個鐵線 這樣子椅子才不會動來動起 完全不敢相信就在船上的感覺 我以為我在什麼 遊艇 有可以喔 那因為我們這次有四個人要去澎湖 這間剛好可以睡四個人 一個人就是1300 頭等舱在身上就是這個特等舱 然後它是兩個一間 它這個窗戶又比剛剛我們頭等舱 再更大一些 這裡真的每個都是海景房耶 它的檯面又比剛剛更大 一樣有電視就是躺著就可以看電視 這個就跟握布艙的床差不多 插頭真的超多 這裡有救生衣 然後衣櫃 然後燈冰箱 然後兩層控醇水 浴室感覺很棒 有浴缸耶 跟VIP插在 就它不是免治碼頭 這間的話就是雙人房 如果要住這間的話一定要兩個人 如果有人退票的話 就會被自動叫去握布艙 像剛剛頭等舱四個人睡 也是一定要四個人 如果你今天是三個人 想要睡那間的話 等於說三個人要附四個人的位置 你才可以睡頭等舱 好 我們現在在台灣航業公司 裡面呢就是澎湖倫的售票處 我們要準備來取票 然後現在要到對面的旅客後船室 哇 晚上長這樣 超酷的 它要走後面的樓梯 但因為我們行李太多了 所以它叫我們去走另外一邊 可以搭電梯 四樓這裡有一個兒童遊戲室 它一進去就有看到是一整個鏡子這樣 我們懷疑這裡是練舞室 好 林林想要跳舞喔 現在來到它另外一個比較大的兒童遊戲室 雖然我後面有三個五歲小孩在玩 這裡有超可愛的娃娃 這裡還有很多的圖書 這要怎麼介紹呢 這邊呢 要這個積木可以玩 它還有放玩具我覺得算蠻貼心的 還有哺乳室 裡面長這樣子 廟步台 琉璃台旁邊有一個簡單的座椅 三樓呢還有一間餐廳 餐廳的經驗數很多 這裡都有範圍鍋爐 還有吸收台 這裡還有WiFi大家用 聽到廣播了嗎 很準備要發動了 下面甚至走得哭到他們也把它升起來了 好酷喔 好酷喔 我們其實原本以為是一點半的韓國有很多人就一上來報過了 大家都在外面觀看這些風景 其實真的氛圍還蠻舒服的 我們現在來到三樓他們的商店 商店小小的 有賣一些零食啊 餅的泡麵 什麼的宵夜 什麼的宵夜 好我們在商店買了超多餅乾零食 還有泡麵 然後等一下吃一吃之後呢 就要準備去洗澡睡覺 晚安 晚安 嗨大家早安 現在已經到澎湖了 4點50 他們就放雨孕 然後他就會廣播說 有開汽車的人要先去一樓 這裡沒有吹風機 沒有牙刷 沒有浴巾 盥洗用具 備品都要自己帶 哇好生氣喔 然後睡一下真的就到澎湖了耶 那我們現在要跟澎湖的說再見 準備開始澎湖之旅 那我覺得睡一整個晚上 算是蠻好睡 沒有到太大的晃風 不過以以為會聽到船就是 機機機的聲音 昨天的天氣算好 風浪沒有到很大 到這邊的話是還沒熱點就到了 想要一早就來澎湖玩的人來說 我覺得坐船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而且坐船的價錢呢 坐舱的話 它會比飛機還要便宜 澎湖路裡面有很多的設施 裡面的設計真的很漂亮 但是住在飯店裡面一樣舒適 我自己個人體驗下來是蠻喜歡的 推薦給大家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這次的開箱影片 這期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喜歡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 如果還想要看我們吃什麼 玩什麼記得在下面留言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開始玩澎湖囉